十年前,有人说台湾毛豆剩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改变台湾毛豆,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,缩短产销流程,拿回销日冠军 传产业要找出特色,走出自己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